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开始了 也就是变种的病毒 那根据最新的研究呢 其实在越南 越南之前其实是零的确诊病例的 那最近为什么会翻倍的这个爆发呢 也就是因为印度的变种病毒Delta跟英国的变种病毒已经是进化了 已经是结合而变种了 已经成为了新的变种病毒了 所以今天我们所担心的变种病毒它是一定会继续再变种 这是我觉得今年我们是躲不开的一样东西 这是我之前所说的这个病毒会继续变种 今年或明年呢 根据一些卦象跟一些推测 我会觉得很有可能会有一种超级的病毒会出现 就是多种病毒变种变异过后呢 会有一种更致命感染率更强的一个超级病毒 如果真的是万一发生的话呢 那抗疫的这个努力的可能就会再开导策了 所以我非常不希望它会发生 这个超级病毒的出现 第二议员呢 就是讲性型的病毒会延伸 那我们也知道在近年年头 这个非洲本身会有这个Ebola的病毒 也已经是继续在爆发了 但是在媒体上比较少报道 它也是致命性很高的一个病毒 那刚才我所说的也就是上个月 这个美国研究院所发表的这个新种的冠状病毒 也就是这个犬的冠状病毒 狗的冠状病毒 这也是属于一种新被发表的病毒 当然暂时是威胁不大 如果这种病毒再进化的话呢 它会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也会是第八种可传染给人类的冠状病毒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如果今天第七种冠状病毒还没有解决 再来第八种的话呢 我觉得人类就真的是迈向一个更大更大的挑战了 当然在今年里面呢 也有很多个案 很多破历史性记录的禽流感 也就是传染给这个动物 动物鸟类猪肢禽流感的这个病毒 就比如说 在去年冬至过后 在欧洲本身呢 发生了很大型的禽流感 而是十年来最大型的禽流感 也扑杀了上万次的这个机制 然后呢 它本身也发现到这个H5N8的禽流感病毒毒株 在这个欧洲的国家 过后呢 日本也在去年冬至过后 发生了最严重的禽流感 是另外一种病毒株 而且日本呢 已屠杀了460万的机制 就是因为 尤其来最严重的这个禽流感 对日本 在今年的二月份 俄罗斯也有七个人感染了H5N8的禽流感 它可能是来自机制 也有可能是来自猪肢 而且这是可感染给人类的禽流感 可感染给人类的禽流感 而在本月份 6月9号 2021年6月9号 美国呢 就首次的一个感染给人类的一个病毒 叫做坦汗病毒 坦汗病毒 是可从这个动物感染给人类的 其实这个病毒呢 已消失了17年 然后它已经在本月份 就是6月9号 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开始第一种在美国 感染给人类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年的这个病毒的感染 尤其是动物病毒感染呢 其实也不容小亏 我们已经把太多的专注力 放在这个新冠肺炎了 其实很多其他的病毒 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这也是我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跟很多 国家的科学研究院 他们一定要更小心地去处理 这些病毒的问题 尤其是可传染给人类的这种病毒的问题 一定要去解决 其实我有说过 会有全球性的这一个电脑故障 或者是被这个骇客侵略 这个全球性的电脑病毒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 脸书 Facebook 也是被侵入了 全球有5亿个用户受到影响 也产生了这个系统的问题 然后在今年的6月9号 全球性已经当机了 所以全世界有很多的政府机构 很多的大企业的这个伺服器 已经受到的影响 一天里面呢 无法进入 也无法去从事这个生意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因为这个Facebook 全球很出名的这个server 这个伺服器的这个供应者 产生了这个故障的问题 所以包括多国的政府机关 包括很多的大组织 他们的电脑系统也不能被操作了 6月10号 脸书 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再次的全球性 就是有40%的用户 进了不到这个城市 就因为这个伺服器的问题 造成全球性的这个当机 还有在这一天 连续三天 9号是全球性的这个伺服器的问题 10号是这个Facebook WhatsApp 这个Instagram的问题 然后11号呢 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商 JBS 也因为骇客的入侵 使得他们全球的系统都已经是瘫痪了 所以他们也付了1000万美金 1000万美金给这个骇客 去开封 去解封他们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能量 也是在电脑系统上 也会发生很多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奉劝大家 尽量不要把太多的隐秘 撕影暴露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我在上一个视频所提及的 就是4月到6月份 希望会落空 我们原本以为已经是成功了 已经是开始改善的 这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 它会重新的再卷土重来 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 包括印度 包括台湾 新加坡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印尼 很多的国家 也是4月份开始 病毒开始反复了 尤其是印度的情况 更加的令人担忧 当然现在有缓和的迹象 但是现在缓和的迹象呢 印度会有另外一个病毒的侵略 也就是毛霉菌 其实毛霉菌本身呢 它是存在这个自然界 很久很多千万年的一种真菌 只不过当人类的抵抗力是强的时候呢 这种真菌它就不会侵犯我们人类 但是就是因为最近 在印度本身呢 这个病毒的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 所以很多病人呢 就被注射这一个类固醇 而我在之前也说了 类固醇它是用来压低我们的免疫系统 因为要抵抗这个细胞因子风暴 但是压低了这个免疫系统过后呢 它们就很容易的受到这个毛霉菌的感染 而更恐怖的毛霉菌的感染呢 就是大部分人 他们需要做很痛苦的选择 一就是你市民 就是细菌感染了你的眼球 你需要把眼球摘下来 市民或者是命 一就是你选择你的命 一就是你选择你的眼睛 然后在4到6月本身呢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由当初4月份 当初只有一千多宗的这个确诊病例 一天一千多宗 直到最高峰5月尾 5月尾 已去到最高峰的9千多宗一天 也是全世界感染病例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在那个时候 在马来西亚9千多宗 所以这是我所说的 4月到6月份本身呢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抗议希望会落空的 因为在今年年初呢 很多假象 很多仿佛好像疫情缓和下来的假象 让很多人松懈 也包括印度本身 包括印度的政府 其实也松懈下来了 也包括印度的媒体呢 他们所大肆报道 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新闻呢 也让到很多的印度人 在年头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 还以为印度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 这是一个非常错的一个讯息 在印度传开来了 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媒体 大肆地报道 这个印度接种的这个新闻 所以印度人本身呢 他在年头呢 就开始放松了 到了3月份 是很多大型的活动 也在印度举办 甚至是很多人是没有戴口罩的 所以在4月份呢 真正的真相就开始发生了 开始发生了 就变成了这个人间炼狱 在印度 对于英国来讲呢 也是一样 英国在现在呢 它的疫情原本在上个月份 已经是开始受控了 而且也达到这个单日零死亡病例的 这个令人鼓舞的这个数据 但是过后很快就回来了 就是因为印度的Delta病毒 英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呢 有90%都是感染的Delta病毒 而且Delta病毒比这个 英国的变种病毒的感染率呢 高出了60% 更加容易被感染 所以原本在 这个月21日 会解封的英国呢 也延长到下个月的17日 应该是7月的17日 原本是要解放的 然后呢 英国人 其实他们已经有56%的 成年人接种的疫苗 算是蛮多的 但是现在就因为这个Delta病毒 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数据 在死亡病例里面 有30%的死亡病人 死亡病患 他们是已经注射了两剂的疫苗 也就是说 就算注射了两剂的疫苗 认为达到了免疫 过后呢 还是有30%的人会死亡 所以这个数据呢 令英国 真的全世界震惊了 所以英国现在呢 也开始继续的封锁 继续的封锁 而且要针对这个Delta病毒 再做出更加大的一个抗战 所以你们看到 就是在4月到6月份呢 基本上这个病毒的变种 跟它的破坏力呢 是突然间 是从去年以来 它是突然间变到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也是我所说的 4月到6月份 它的能量非常的不好 其实6月份开始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缓和 一点点的缓和 但是 我认为 从6月21日开始 整个情况呢 就会开始 有另外一个转变 为什么6月21日呢 就因为6月21日 是我们的夏至 我们有冬至日 有夏至日 真正我们要开始 下半年能量 OK 真正最热的开始呢 就是夏至 而冬至呢 也就是最冷的 那个阶段 然后就开始要热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能量呢 是开始进入了 下半年的能量 所以我在去年跟今年视频呢 我一直强调 我们要非常注意 今年下半年 所以从6月21日开始呢 我们已开始进入了下半年 也就是我们夏至日 夏至日呢 也就是阳盛 开始阴摔的时候 这个阶段 大家需要非常的注意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 多一点 今年 针对今年的一些判断 是我之前议员的视频里面 没有提及的 在今年呢 非常要注意的一个 公位跟方位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东南方 南方跟北方 所以在上半年呢 我们看得到的 东南方跟南方的疫情 在全世界来讲呢 都是反常的 反常的这个爆发 所以我认为在下半年开始的 整个疫情 它会慢慢的移去 北方跟西北方的国家 这是大家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个 一个 一个讯息 当然之前也有提到 在明年2月份过后 整个疫情会开始 进到一点点的曙光 一点点的曙光 但是真正疫情会开始降低 会开始慢慢缓和呢 要等到下半年 明年的下半年开始 才会慢慢缓和 好 那在今年 尤其是 在这个月份 6月6号 到7月7号之间 这个月份 就是6月整个月 到7月头的这个月份之间呢 东南跟南方的这个病情呢 会更加的严重 好 就因为 我们的这个盘里面呢 看得到 今年我们的五黄 就是那个灾难性呢 会给火在身旺 因为火会生土 所以火会在身旺 我们东南方的这个方位 而且南方本身呢 也是会疫情更加的严重 而真正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其实是下个月 跟后个月 尤其是7月份 7月7号到8月7号之间 的这一个月份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八字来讲 在八字系统来讲 它是属于天刻地冲的一个月份 而如果有学过八字的人都会懂 天刻地冲呢 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 而下个月份呢 我们的这个乙卫月 乙卫月呢 就会跟我们的辛丑年 天刻地冲 整个的财星 如果想经济呢 它就会进入这个五黄位 就是整个财星呢 它会掉入了这个五黄的这个胸位里面 而所以讲经济 它会在下个月 开始会看到下滑 甚至调整的一个情况 会在 我相信会在下个月 开始发生 直到年龄 所以大家有投资的 真的是要小心 因为我们所担心的这个经济下滑 或者是调整的 我相信根据这个盘来看呢 根据这个八字系统来看呢 在下个月 非常有可能会下滑跟调整 其实 奇门顿角就说呢 不只是在七月份 是在七月到九月之间呢 经济本身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因为它进入了不好的工位 而且有不好的心根门 心横门 会告诉我们 这两个月份呢 经济会不妙 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会影响经济 至于这个疫情呢 我会认为 这个病情呢 在八月份 北方的国家 在北方的国家 八月份 应该疫情会开始严重 会开始严重 因为这个病的心 病复心 会去到北方 所以我认为 就开始之前我所说的 下半年整个疫情呢 会慢慢的移去北方跟西北方 而八月份呢 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在盘里面看得到呢 八月份开始 这个北方的国家的疫情呢 会开始慢慢的严重了 所以 我们所总和一下 七月份 是一个非常不妙的 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经济上 大家都需要非常的小心去处理 八月份也是一样 虽然病情在东南方跟南方 有所缓和 但是北方跟西北方呢 也会 病情也会开始的 肆虐开始起来了 所以基本上 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在发生 所以九月份过后呢 我暂时我就不判断了 因为 我们接下来 七八月过后呢 我会慢慢去公布 未来几个月 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总的来讲 整个下半年 都不会太好 疫情 会反复 甚至到年尾呢 整个疫情会更加的严重 然后 第二 就是经济 非常有可能 会有下调 会有调整的一个情况 那 至于会不会产生一个 全世界性的经济风暴呢 还延至过早 但是 我认为 调整 应该是会有的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我认为在 2024年 火运之前呢 全世界也会一定 经济上会有一次大调整 因为 从土运 进入火运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全世界性的一个天使的变化 所以在经济上呢 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至于在7月份呢 在八字上来讲呢 也会有一种叫做 商官客观的一种术语 这是八字的术语 商官客观 也就是说呢 会有更多的人 可能不满一些组织 甚至政府 甚至国家 而群起反抗 就是这个商官客观的一个 所看到的一个迹象 官呢 就是官员 官僚 政府 甚至国家 甚至一个组织 那个叫官 OK 所以会有一些团体 甚至人民 会更加大的能量 会群起反抗 在这个7月跟8月份 会有这个情况会发生 而这个官呢 也会为了面子 跟这个权益 也有可能 他们会有发动 这一个镇压的可能性 当然镇压 未必是 很大的流血事件 我希望不是 但是他们可能会为了面子 会做出这一个 甚至是捕捉 这些 世卫的人 甚至镇压的一个情况 会在这两个月份发生 因为它的能量 不是很好 至于 9月跟10月份 这边我可以讲一点点 就因为在 奇门遁甲的 这个年盘里面呢 有这个白虎的出现 所以在这两个月份 本身呢 我会相信在全世界呢 会有更多的争端 争执 甚至一些小型的战争 会在这两个月份 会发生 所以你们看 在整个 新丑的下半年呢 基本上都是 凶的情况 会好过 好的情况 所以可能是会有人祸 会有天灾 甚至疫情 也可能会更严重 所以我希望 真的 大家 尽量 咬紧牙关 去挨过这一年 尽量 扫出门 然后尽量去 加强自己的免疫系统 做好这个 防疫的措施 那我也在这边 可以说 是鼓励大家 去接种这个疫苗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 更好的选择了 全世界已经没有 更好的方案了 暂时来看 只有疫苗 有可能 可以帮到 全世界达到 这个群体免疫 跟降低这个 致病率 跟致死率的 这个情况 所以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去做这个动作 当然 它会否会有副作用 甚至致命的危险 这一方面呢 我就不方便回答 就交回给科学家的研究了 所以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度过这一年 辛丑年 这就是 Nina所问我的 为什么我讲 辛丑年是一个 不平凡的一年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